护心,是由侯明浩,周也领衔主演的古装仙侠剧 讲述了一个悬门修仙少女,燕回被逐出师门 被妖龙天药利用解开身体封印 两人经历生死后彼此相爱的故事 护心正在热播,在剧中,灵妃比她的姐姐素颖更可恨 素颖虽然坏,但坏得还算有原则 可灵妃真是坏到了骨子里 素颖想杀了燕回倒是能理解 可灵妃也想置燕回于死地 竟然开启杀阵杀了燕回 真是蛇蝎心肠 素颖这两姐妹都是因为天药才想杀了燕回 把自己的遭遇都怪到燕回的头上 素颖想杀了燕回,报复天药 让天药无法与所爱之人圆满 而灵妃被天药毁容,也要杀了燕回 这姐妹俩都不是什么好人 看懂灵妃对燕回用杀阵 才明白福音对天药的算计有多狠 灵妃被天药毁容 又动用尽数耗尽修为复活姐姐 她心里变得扭曲自私 只能将所有的憎恨怪到燕回头上 灵妃想杀了燕回 就接受了黑气之主福音的力量 才开启了杀阵 福妖想借刀杀人 利用灵妃杀了燕回 毁了燕回的护心灵 天药没有了护心灵 虽然能消灭黑气 可天药没有了护心灵 就再也不是福音的对手 那么就再也没有人能够阻止福音颠覆世间了 福音也没想到 天药牺牲自己用了幻命咒 保住了燕回一命 天药的灵石就走了燕回 更没想到的是 灵霄对燕回的赶尽杀绝 反而让跳入黑河的燕回 炼成了幽冥妇 成为新的黑气之主 福音算计燕回和天药不成 反而又给自己招来了劲敌 福音本就怕天药的龙火 结果燕回炼成幽冥妇 成了新的黑气之主 福音真是偷鸡不成十把米 总而言之 福音自以为很聪明 算计天药和燕回 没想到最后反而成就了燕回和天药 燕回炼成幽冥妇成为新的黑气之主 燕回作为新的黑气之主 再加上天药的龙火之力 福音已经必败无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